一般的民众对植物开发的认知都认为说 植物开发都在枝干的侧面或枝干的顶端 但是在三菱西园区有一种很特殊的植物 它的花是长在叶面上 那它的名称叫台湾青甲叶 俗称叶长花 石雄益珠 我们来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子 像这一棵就是台湾青甲叶的母株 它的叶面上长的花朵是一朵到三朵之间 它开发以后在这个地方会结果 变成一个绿色成熟的时候变紫色的果实 所谓雌雄益珠就是公的跟母的 它是不长在同一棵树上面 像我现在看到的就是公的台湾青甲叶 它的花朵有五到八朵以上 这一棵就是公的 台湾青甲叶在三连西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种植物 现在正值花旗 有兴趣的游客可以参加我们每天早上八点半 免费的导览解说 跟着志工老师就可以亲自观赏到这种奇特的植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